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家是很大的 我前天晚上吃饭跟一个沈家的人吃饭 我说你沈家是很大的 沈家原来东海末年从北方千古来 定居在我们浙江的无心的武康 后来经过几次的发展也很快 到了东西晋晋朝的时候是江南紫豪 蘑菇州省 就是江南的豪州 姓周的这一家跟省的这一家是非常厉害 周就周于这个周啊 省就是省荣这个省啊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以武力强中租称的话 肯定会遭到统治阶级的剿灭 所以周家后来就衰落了 慢慢一次一次 朝廷里对那种武力强中是毫不留情的 沈家也造成过两次密定子责 后来到了齐梁子记得省约出来以后啊 他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就被杀掉了 他到处逃 到处逃 但读书很用功 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就读书 读书他母亲啊 看到读书躲得太用功了 经常把他的油灯把它剪掉一点 让他不要读书 那他最后很沉气后啊 做到怎向 梁武帝对齐以后他做到怎向 怎向 所以沈月很聪明 他不发展武力强中 他把自己的家族给成文化四种 他和他同中的一个叫沈明寺 两个人 开始把家族整个方向转了 转了 转了之后 变成文化四种 但是大家千万注意啊 他文化四种不是真的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到沈月的孙子沈中的时候 梁武帝遭到了一个贼乱 就是侯金子乱 侯金子乱 梁武帝被围困的南京啊 向各地发出秦王的号召 他手下的一部分人发出的 沈仲也居然能够带来五千嘉宾前去深远 你想想看 变成文化四种了 家里一举其次的 马上能够出来五千人 这个还是文化四种吧 你想想看 对吧 但是他已经是文化四种了 我们可以想象 他假如不是文化四种的话 家里有几十万人都可能的 这个封建统治者能不剿命你吗 你想想看 是不是 人家太强大了 所以沈月 我们今天说他 他基本上还是以文为主 以文为主 那么谢挑跟沈月两个人呢 的生平 大家看看文学诗 沈月最后是善终的 活了七十三岁 谢挑现成的 我们今天从文学诗的角度讲他的作品 他的优秀四评 大部分是三水诗 有的作品呢 颇有模仿谢灵韵的痕迹 但总的来说呢 他的诗风是清新流利 较少繁复的词句和悬言 和谢灵韵的复衍精工不同 典力厚重也不同 他的名作呢 《晚灯三散环望经约》 诗道中呢 刻画春江的热墨景色 他刻的是长江 南京边上三三看长江 他的词语呢 铺为金井功力 沈月的诗歌呢 也写《兴安江》《复春江》这一代的景色 也写得很好 因为他曾经经过那一代 那谢挑的诗歌呢 很像一幅幅肖苏但远的三水默化 平淡而有富有诗字 不仅和谢灵韵的诗歌不同 就是他 谢挑的诗歌风格前后期也不同 前后期也不同 谢灵韵和谢挑一样 两个诗 一个叫大谢 一个叫小谢 还加上个谢惠莲 他们合成三谢 谢惠莲的诗歌少一点 谢灵韵和谢挑的诗歌多一点 他们的诗歌多一个特点是有句舞篇 你说名篇很少 名句很多 我们可以看他的两首诗歌好了 好吧 谢挑的诗歌我们看看 要么先看沈渝的诗歌也行 好不好 沈渝诗歌我们这里选了两首 沈渝诗歌 沈渝跟谢挑两个精灵王手下做事情的时候 但是后来皇帝死了 就齐武帝死了 两个人都被弄到外地去了 今天王后来也死了 两个人一个弄到宣城去 谢挑逗宣城太守 宣城内死 那么沈渝诗东阳太守 东阳太守不是我们今天的东阳 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华 东阳郡 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华 金华 管金华边上的六七个谢 沈渝到金华去 大家想想看 从南京到金华怎么走 肯定要经过新安江 所以他是新安江水自清 浅身见底 以敬业油耗 他怎么样子写新安江 大家看看 倦言仿舟客 自穿信何珍 东彻随清浅 绞尽无东春 千人写桥树百丈见游灵 长郎有四座青济和武军 契罗春日去 夫娘石灵灵 分五个消止 宁甲跌一斤 愿以禅远水占军阴上尘 在新安江我们大家知道它趁着水而流 新安江大家去看看 这个水非常清 非常冷 新安江我们大家知道一个新安江水库 今天叫青岛湖 实际上就是新安江水库 新安江水库下面还成了两个县 一个承安县 一个建策县 老县城这下面 经过勘摊以后 据说两个老县城 连县城 城墙都保存得很完整 如果有条件的话 开发成了以后 千岛湖的水底下的游来 那是非常有趣的 你到了五八年 找新安江水库的那个时候 底下去游走游走 乘船去看看 肯定很有意思 据说街道房子完全保存完整 新安江很轻 新安江很轻 眷言仿舟客自传信可真 我告诉你们啊 这条河 新安江实在值得真写 非常好 非常奇特 它下面用几个字来写 大家看看 用四句来写 东彻水清浅 绞尽无东春 你一眼看得到头 无人浅很深 绞尽无东春 无论是冬天还是春天 就像透明的镜子一样 这个水清到什么程度呢 千人写桥树百丈见游脸 高高的树 那个倒影的下面很高很深很浅 能够反映出来 百丈见游脸 下面的雨啊 游泪游去啊 很深的水里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对新安江的描写 游蓝有四座清济和无尽 游蓝水啊 有四座的 影域就是世界上有四座是比较混乱的 啊 那么 假如碰到 证据不稳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神就说 气落沉思去抚养神灵灵 还不如我撑此去啊 我就隐居了 嗯 当时的环境就是齐武帝的大儿子文慧太子死了 文慧太子的齐武帝立了个孙子 叫王太孙 王太孙 王太孙太小 但是齐武帝的第二个儿子 金令王到了很能干的 35岁很能干的 但是齐武帝又不相信二儿子 怎么怎么回事 给后来立了个王太孙 他怕家族里面起矛盾 没想到当时的一个叫萧阮的人啊 他也是他本家很有野心的一个人 后来就传逗了政权 他借把王太孙立起来 把金令王的排挤掉 当然最后他把王太孙杀了 自己 自己做了皇帝 审愿了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当中生活 所以他提出发出态态了 气落沉思去抚养石灵灵 分五个孝子 您家得一斤 这都是写的 古的隐居的事情 隐居的事情 愿意沉原水占军成上阴 古人讲嘛 如果天下太平的话 水清的话 你拿水里洗洗自己的冒阴 你假如水混浊的话 拿来洗洗自己的脚 那么沈月实际上就是提出来呢 现在的他呢 借写新恩家的清澈捷径 劝告有人呢 不要炼于情笑 不要炼于情笑 你仕途啊不要太灵念 不妨大家可以走走 隐居半隐居的道路 沈月说我到东阳去啊 就是半隐居 离开了繁杂的朝廷 写跳也到宣城去了 也到宣城去了 两个人一呼一应啊 写了很多唱和的诗歌 沈月在东阳 根据我的研究 大概做了两年多 两年半左右 两年半左右的管 后来回到朝廷里去的 沈月还有一首诗写的很好 生平少年日分寿一情起 今儿同虽莫非复彼利死 复言一尊酒明日难从此 梦中不诗路何以为相识 这首诗大家看看 从歌曲上面讲 从句述来讲 跟五六非常相近 但是里面当然有点不同 有点不同 所以沈月在《诗歌诗》上 他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 他这首诗写得很好 范安成叫范熙 他从安成类似 也掉出去了 都是同一年离开的 离开京城 都是禁令王门客 那么沈月跟范熙两个人差一岁 当时离开京城的时候 两个人一个人五十一岁 一个人五十二岁 古人今天我们说五十岁好像很年轻 古人的五十岁已经年故半半 都是老头子了 所以沈月想生平少年日分寿一情起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讲分别一点没什么关系 即日同岁末非佛别离死 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 离别死活 真的什么时候见面不知道 因此 敷衍一尊酒明日难从此 我跟你分别的说 今天喝一杯酒 明天能不能这共同断一杯酒很难说 最后一句话是 含非词里面的话 梦中不识论和以为相似 含非词里面讲到了 就是梦中战过死后 张明和高辉两个人做朋友 分闭以后呢 张女士的梦中想到去寻访高辉 但是半途都迷路了 没有找到 这个典故今天含非词里不太有 为什么呢 沈月那个是看到的含非词 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含非词不同 版本不同 今天的含非词流传过程当中又闪失掉了 所以我找了一找去 这个典故找不到 找不到也不奇怪 沈月看到的含非词里面有这个典故 所以沈月的诗歌今天我们看起来 已经接近于唐诗了 接近于唐诗了 下面我们看看谢挑的诗歌 谢挑的诗歌 谢挑的诗歌里面我们看起来非常有意思 他是艳琴诗 就是公体诗的先驱 鞋垫下猪脸流盈飞火血 长叶逢柔异四郡子河街 绿草满柔寺 札印红阴法 无人均不贵 均贵方一谢 前面两句写 绿树曼柔寺 札印 札树红阴法 绿草长得很茂盛很好 树上面红花开得也很好 无人均不贵均贵一方谢 你赶快回来采吧 这个女孩子写的 赶快回来采花吧 你回来辞了之后啊 这个花开已经谢掉了 你也采不到了 我年岁已经大了 所以这种都是公体诗 艳琴诗的先驱者 谢挑 谢挑写的四个 有些四个写得很好 你像晚灯三三 晚望今月 霸是望长安 河阳寺惊 他是晚上登上了南京边上的山山 看南京城 看南京城 他用什么来比喻呢 霸是望长安 河阳寺惊县 用长安跟洛阳来比南京 白日立非我 春世皆可见 余霞散城起 尽将尽如恋 名句 余霞散城起 尽将尽如恋 大家要记牢了 这是谢挑的 晚灯三三 还望今月里面的一首诗 有时候考试 我们会有些田空题 有些名句 来个上半句 叫你田下半句 像直脑生春草 月流变明浅 像这种都是名句 明知 余霞散城起 秦将尽如恋 宣耀不方舟 宅应满方殿 去以方指引 怀着霸欢咽 佳琴唱何许 瑞下如流线 有情之王像 谁能真不变 他晚上登上了南京边上的山山 看看南京城 心里有很多感想 心里有很多的感想 心里有很多的感想 想起了自己 引起了自己的香菇子思 香菇子思 大家看看 自宣城郡 从新宁浦向板桥 这个呢 就到宣城去 跟那个 跟那个前面我们讲的 沈月到东阳去啊 差不多 他去驻宣城太守 那么 沈月是去驻东阳太守 他说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雾 长江的水啊 南京这个地方啊 有时候走向问题 大家看看 看看地图就知道了 下面两句是名句 大家要记得的 天际是归走云中变江树 很有名啊 这四句都非常有名的 天际是归走云中变江树 是不是啊 假如画家中 用这十个字 完全可以画出一幅 非常漂亮的画图来 是不是啊 你像 雨霞散尘起 晴江静如恋 雨霞 晚上傍晚剩下来的霞光 山坑像绸缎一样 漂亮的绸缎一样 晴江 看上去呢 这个长江的水啊 安安静静的 就像一条白链一样 都是可以画画的 所谓 雨霞散尘起啊 这个是谢挑的 晚灯散散 晚望今月里面的名句 天际是归走云中变江树啊 这个是谢挑的子轩成郡 出新云谱像板桥里面的名句 这些大家都要记老 记老 旅是圈遥遥 孤有谢一旅 祭欢 怀乐琴 佛谢昌浙去 这写得非常好 他说我出去做宣称太首啊 既可以做官 又像归隐 是不是啊 既可以领到国家的俸落 又可以呢 昌浙去就退隐 又像退隐差不多的 啊 小乘自资格赏兴于此欲啊 我从此可以离开繁杂的社会啊 呃 躲避到 宣称那个离开京城的地方去 最后谢挑感叹自己 虽有玄报自中印南三物 我虽然不像玄报这样子 有跟自来合成一体的 那种 像尼瑟夫这样子的保护社 但是我终于可以引到南三去了 所以这个人啊 做官的人 封建社会里做官的人啊 有时候心里啊 有时候是非常矛盾的 又想做官 又想归隐 又怕那种矛盾 复杂的环境 又舍不得离开那种环境 是不是啊 大家天天说归隐归隐 到底有几个人去退隐啊 很少的 很少的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奇梁四哥啊 奇梁还有几个诗人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一个叫何逊 一个叫何逊 一个叫阴坑 阴坑 这些呢 都是名气比谢挑 比胡君要名气要小的 那些诗人 但他们的作品啊 大家也可以翻一下 啊 那么奇梁四哥 我们简单的就讲这一些啊 但是还要奇梁 奇梁当中还要给大家讲一个理论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是永明体 这永明体啊 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名词 希望大家要了解 什么叫永明体呢 永明体就是卸挑 要审阅他们创建的一种诗体 大家要注意 永明体 以及永明体的特点 要注意 永明是南起五帝啊 消极的年号 从公元四百 八十三年开始到公元五百九十三年 四百九十三年 四百九十三年子共十一年 永明体就是南朝起五帝永明时期形成的新诗体 那么永明体如果叫大家解释的话 大家还要解释什么特点呢 就是永明体的形式特点是 利用汉字的屏上驱落四种声调 将四种声调按不同的文字 按一定规律组织排列起来 使文章产生艳阳顿楚的声韵美 永明体主要是五颜师 要求讲歌的队友 五颜子中身韵性疑 两句子内角质不同 具体运用时 应当避免犯平头上尾 风药何解 大韵小韵 旁牛振牛等生病 那么永明体的声率特点 同样适用于 同样适用于 偏提及其他过类的文章 因为它说进去了 没出来了 对不对 给大家 给大家把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讲完 讲完 不管了 永明体 大家一定要掌握 大家一定要记牢 好不好 回去有些内容 我这里讲课时间不够的 大家把文学词里的永明体 拿出来好好看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简单讲一讲 梁城诗人和宫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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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简文帝肖 他提倡写色情的诗 他自己说 我七岁有诗片 长而不倦 上一清宴四号宫体 大家千万注意 肖刚这个人 作风还是很正派的 在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很多有趣的现象 就是肖刚这个人 作风一点不乱来 他讲离生要谨慎 但是做诗歌要谣道 诗歌可以写得清佛一点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就像我们画画一样的 对不对啊 开头画的大家都穿衣服的人 后来慢慢的想画 颅体画方面发展 你不能说画颅体画 完全都是非常淫乱的 因为画画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了 是不是啊 那么宫体诗呢 实际上去写宫体的诗 顾名思义就写宫体的诗 那么色情 这是我们今天讲给他的定义 今天讲给他的定义 所谓宫体宫体 就是宫廷里的人啊 写的一种诗歌